警方拿著手電筒進入漆黑的公寓五樓 一走進房間內 眼前置目是在看啥 傻小昏暗的房間內擠了十人 原警手電筒一照桌面全都是毒品 現場就像小心製毒工廠 前面當場人將聚貨不敢多說什麼 但在住在好端端分裝毒品 怎麼會被發現 一名男子見到警方立即逃入公寓內 警方見狀後立即下車追蹤 尾隨該名男子自公寓五樓 該男子消失 原警在五樓住戶發現大門未請閉 當場發現靈性犯險等十人在內施用毒品 原來二十二號凌晨 同我叫原警一時心虛緊張 把腿繞跑 逃回公寓後 竟然沒有把大門關好 警方一路尾隨 聞到門內 有濃濃的毒品味 上前盤查後才抓到毒販 穿著黑絲襪在遠景的陪同下走下樓 他就是主持人靈性女子 警方都對他不陌生 因為去年三月才逮過他 沒有想到女子吸毒誠信 不知悔改 看看警方帶回的毒品證物 光是分裝袋就有一百四十八個 這回因為豬隊友沒有關好門 靈性女子沒賣成毒品 先栽在警方手裡 小區凱迪 蔡婉林 新北市報導